今天过后就进入国庆连续假期 王瞳先来这边 恭祝台湾全体国民 假期愉快 国运昌荣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帮你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1年10月8号星期五 大盘最后下跌了73点 大家又紧张了 不用怕了 昨天涨了320点 今天下跌73点 这很正常的盘 如果说昨天涨了320点 今天跌了160点 那我也紧张了 不要理想了 那这个很正常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 在10月5号星期二 我直接告诉你 这个盘是破底翻 昨天我也揭开谜底的告诉你 千点行情大启动 千点行情启动不是天天这样涨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涨涨跌下 涨涨跌下 你先把王瞳的意思听清楚 不要误会了 我们看这个大盘的低点 大盘低点是16162 你看看大盘低点在16162 这是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到今天的高点 16771 16771减掉16162 我们大盘已经谈了600点了 看到了没有 你还在做梦啊 谈起来空啊 谈起来空啊 落跑啊 你尽量去落跑 没关系没关系 那是你的看法 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看法 现在你要看啊 10月5号当天 谁告诉你破底翻 王瞳 看到了没有 写这么大字 10月5号破底翻 有没有翻呢 有嘛 这一定不争的事实嘛 所以我在昨天也推出了一个国庆双十优惠活动 告诉你 千点行情启动 我们招募快打部队 让你快速获利 双十优惠 一个月万元有早 看清楚啊 一个月万元有早 优惠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我不是每天跟你打高空的 我们是很实实在在实战帮你操作的 这个优惠活动 我们会一直帮助你 从你的小红包变中红包变大红包 好了 我们先看这个盘啊 10月7号礼拜四 昨天昨天 昨天我告诉你叫百花齐放 对不对 那么再看下去 昨天 10月7号礼拜四 我跟你讲大行情启动了 大行情启动 那结果你们也许会讲 我不是前两天讲吗 会连涨两天 对 我讲到没错 今天我们大盘也有创短破新高哦 有哦 不是没有 你看一下大盘最高涨到57点啊 看到没有 虽然收盘跌了73点 没有关系嘛 我说连涨两天 至少我还对了一半嘛 对不对 而且我也告诉你 这个大盘破底翻嘛 王统讲过什么话 我都拿出来给你验证 不会是说我以前解过的话 统统不见了 哎呀 昨天航运股货贵散装通通涨 市场上又是一队人在讲 航运货贵散装 那结果到今天呢 到今天统统不讲了 因为货贵统统下去了 对不对 那你看看王统今天的盘序 我给你看一下 来来来 9点12分 10月8号9点12分 看清楚哦 大盘已上涨28点开出 今天盘是开盘即过 灼高1673一点 会先小冲高后拉回翻黑 低点在16660点附近 结果今天低点是来到了多少 16605 比我预计的还要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干什么 等等会给你解释 然后再拉升 今天我收红 结果今天没有收红 盘面主流不变 就是电子正规军 以五大泛用数值 这是我9点12分写的盘序 看清楚哦 我常想嘛 9点12分你们可以写得出 这样盘序吗 你们写得出来吗 那写不出来的人 然后每天在那边鬼舍弹 每天在自己自吹自擂 自己认为很厉害 我先给你看一下 今天尾盘的五大泛用数值 来给你看看 来1304台聚 台聚收红的看到没有 1305 华夏 华夏拉的比较少一点 1308 雅聚 你看看雅聚怎么拉的 你自己看看 好 1309 台大化 台大化根本不叠 根本不叠 就走得很稳 而且量还为真一点点 也就告诉你下面都是买牌的承接了 那今天这个盘 今天这个盘 到底是什么盘 来 我现在先打一些个股给你看 这个股呢 我都必须要先从这两个开始给你讲起 3189 3189叫什么 紧硕 你看看紧硕 今天快要创高了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 3035 涨停板支援 看到没 你看他呢 我打个K线给你看 是不是创高了 创历史新高了 好 再看3443 创意 创意也是一样慢慢的盘高啊 今天还创高啊 还创高啊 那现在先给你讲了ABF的3189 相对的你要注意谁呢 就要注意到PCB了 PCB逐渐很多 我现在讲几两个股给你看 你看5439 高际 你看看 没有黑过啊 再看 5469 汉语波 没有黑过啊 看到没有 再看2368 金像电就这里黑个3分钟5分钟 后面没有黑过啊 那你现在看不懂 我们现在主流在谁的身上 就在PCB身上 就在ABF ABF带头 PCB就跟上去了 所以现在我都跟你讲得那么清楚了 那再来呢 你可以看我们有些个股啊 像今天呢 盘面上你会讲很多个股都表现不太好 对 这我也承认 你看看5425 我跟你讲过了 这两个股根本下不去 是不是又上去了 对不对 你自己看看吧 这一段根本叫超跌的 超跌的 现在呢 默默都上去了 而且今天还放量 而且还放量 再看355啊 没有黑过啊 看到没有 好 你再看看 这一段也是超跌的 超跌下来以后 这些人很容易上去了 再看6223 旺西 这里有黑 这里有黑 尾盘收高 最高118 收盘118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我们手上就有旺西 我们旺西买在这一天 买在这一天 看到了没有 那没有我不会给你讲的 有我才会告诉你 你们要跟你们这里跟 无所谓 问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 我直接讲也听好了 那像今天到底是什么盘 在昨天晚上 我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 不能说一个 三个 三个 三个打电话来 结果都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共同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手上都有现股 而他们不是常常在股市里面进出的 所以现股就放在手上 结果券商都要求去跟他们三个人 分别去借券 借券 我希望你听懂啊 借券不是融券 是希望这个人手上的股票 借给券商 券商去拿去给别人 放康 等到别人有赚的时候 再把股票买回来还他 那借的人有什么保障 因为放康的人要付保身金 放在券商 然后呢 借券给他的人呢 他还可以收取利息 那利息是你们双方去谈 那你什么时候还呢 很简单 我借给你券 我要拿回来 我要三天前通知券商 券商就会通知客户 然后就跟他讲要数回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说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好友我都知道 市场上天空的气氛很浓厚 非常浓厚 大家都要放康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今天的盘叫什么盘 今天盘叫仰空盘 仰空盘 看到了没有 好了再看下去啊 10月8号礼拜五 因为今天开始要放假了 要放假 所以我也不方便帮你解盘了 但是我告诉你五个字 下周很精彩 看懂了吧 看不懂我也没话讲了 这来呢 你可以看啊 10月7号 10月7号 我告诉你 恭贺会员2376记家亮灯掌停 目前获利中持股仅虚报 记家啊 好再看 今天 10月8号 9点38分 恭贺各位2376记家再度涨停 目前大幅获利中持股仅虚报 你看看2376记家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 那现在我都必须要稍微帮你提一下这档个股 记家到底有什么好处 你知不知道记家本身做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他做主机版 对 这是没错 做主机版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记家本身有跨足到其他的产业 其他产业像什么呢 伺服器他也有 然后显示卡也有 还有最重要的他还会做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产品 同时他还跨足了ADAS 什么叫ADAS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再讲一遍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做什么呢 操控的无人车要用到的 或者自动驾驶要用到的 那也就是告诉各位 记家本身还有跨足到电子车用的领域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记家的获利 你自己看看记家 这是2376记家 看清楚哦 股本63.5亿 然后半年报赚了9.5亿元 你看一下半年报都赚了快一个股本 半年报赚一个股本 最起码现在的股价应该是200块 那他现在股价多少钱给你看看 100.5 看到没有 所以难怪现在有很多人下去买 你以为这3万多张的买盘是假的 这3万多张的买盘不是王瞳的 是法人的 人家都发现到有这么一档钻石 冲啊都进去买了 反正买了就算回档他也不怕 后面还是会涨 像这种个股才是你要的个股嘛 然后每天就追了个涨停板干什么 王瞳已经跟你讲过很多遍了 盘面上每天都有涨停板 那些跟我无关 我根本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正你有的话 你就追你家的事 但是我们永远是找好标的在操作 我们不会乱找标的 不会乱设飞标 涨停去追谁不会啊 你有办法告诉我明天哪一档会涨停 这才是你要的嘛 是不是 今天我跟你讲啊 千点行情正式启动 刚刚我也讲过一句话了 下周行情很精彩 千点行情正式启动 我们快打部队正在招募中 让你快速获利 看到了没有 让你快速获利 那双十优惠 一个月万元有涨 一个月万元有涨 那优惠专线 02-6630-321 02-6630-321 我非常真诚的欢迎各位跟上网统脚步 我不希望你在这次大行情里面又落对了 等到大盘再上17,300点再问我 老师要不要追 我一天都有碰到这种问题 16,500点 老师要不要停损 神经病 真的叫神经病 我再跟你讲 短短的三天里面 已经涨了600点了 已经涨了600点了 千点行情是个名词 这个行情不止千点 好了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正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04年金馆头顾新字第009号